在向密城沉浸如山中的痴情排行榜上,旭凤和润玉都有机会,争读第一位的排名,说起来,也挺好笑的,像台位那样花心的神仙,居然生出了两个痴情的儿子,所以说,遗传也不一定很准的,尤其是电视剧里的遗传,更是不准的。 那么旭凤和润玉,为了心爱的人,都能施情到什么地步呢?旭凤可以为了解密,放弃自己的高傲,一再接受解密因为孕丹,对自己的若即若离,旭凤还能为了解密的死,用不吃朋友来惩罚自己。 她更会为了解密,一个人承受孤单痛苦,而润玉为了解密,可以替她造彩虹桥,被突摇走,折损自己的先手。 比起这些事情来,我觉得润玉对锦丽做的最好的事情,就是对锦丽放手,看天机之白蛇传说时,剧中的李玉京,曾对白妖妖她们说,爱到深处,哪能那么容易放手? 我觉得这句台词,适用于很多电视剧,而且特别适合润玉,尤其是润玉在做了那么多的错误后,再让她回头,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,如果没有解密的自我牺牲,也许很难让已经因为陆净迷失了本性的润玉回头。 不过不管怎么样,润玉的放手,的确是一件很正确的事情,那么,润玉明明已经决定放弃对锦丽的感情,为什么她却不想选旷漏了? 我觉得原因有三点,一是润玉虽然表面上是对锦丽放手,实际上,她是换了种爱锦丽的方式,因为润玉知道,自己的,离开,这是对她最好的爱。 二是,润玉用自己承受孤独的方法,来惩罚自己,过去的所作所为。 三是,润玉和许凤一样,爱得高贵,她不愿意选择退而求其次的感情,有小伙伴猜测说,像你成全景如霜,的大结局,之所以过于匆忙,这是为了拍第二部埋伏笔,甚至有的小伙伴猜测说,润玉和花路会在第二部在一起。 我虽然也不想润玉孤孤单单的,结束她的先生,但是如果她和花路成为一对,我感觉失去了这个故事,仍有的深意,我觉得很意思的是,润玉的扮演者罗云熙,先是扮演了我不愿意将就到何以臣,后是扮演了润玉。 不管是何以臣还是润玉,都是一样的痴情,润玉措施做的是很多,可她和何以臣不愿,将就的爱情态度,都是不错的。 说求个以臣笑默,让我不得不想起小赵陌生的扮演者吴倩。 这些年吴倩的发展,相对于罗云系好很多。 她演的《炸天机》和《锦衣夜行》都赢得了很好的口碑,我特别喜欢她在《炸天机》中扮演的妖族公主白洛恒。 令我没想到的是,吴倩小可爱,居然还出演了如意传中的田云角,吴倩在剧中的扮相是很好看。 可是田云角的人设,实在是太不讨体了,可怜吴阿哥永齐,对她情深一片,却换来了背叛,用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,来形容田云角,也是最恰当不过了。 田云角被温宴晚利用,结果派人害,其,真是可怜又可恨。 当然了,演戏归演戏,在我眼里,吴倩依旧还是当初那个小可爱。